受到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 宜兰下午开始下起了豪雨 各地也平传灾情 其中台铁归山到大理路段 土石不堪雨水的冲刷 土石流淹没铁轨一度造成双向暂停通行 另外宜兰头城也有溪水暴涨 滚滚泥流还冲进民宅 家具全都泡堂 台铁列车员被眼前土石流景象 下到只能以归宿行驶 因为大滩土石不堪豪雨冲刷 就从山坡一路滚落淹没铁轨 地点就在宜兰桂山大理路段 47公里800公尺处 拉近点看土石流状况更惊人 泥水把铁轨完全覆盖 还有大扫不易的碎石堆积卡在中间 后方列车根本动弹不得 还有列车等待会车月台 沿远豪雨又急又快 积水全变滚滚泥流 二号下午宜兰受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影响 洽起间歇性大雨 达岩石强降雨特性 让台铁沿线传出土石流灾情 一度封闭双向行车 西正线比较严重 东正线也有遭受波及 东正线目前刚接到消息 是恢复正常速度 三线双向通车 镜头转向宜兰投尘 雨淡狂闸 导致溪水暴涨 还有道路变成灼黄色飘飘河 就连民宅也成受灾户 好好的家具全都剖堂 洪雨伴水累积 甚至传出洪绿灯 遭累积故障意外 宜兰居民直返这场雨 赶快停止能尽快清理甲园 这里可以来报导